靖江文学大家都熟悉吧 那北美靖江听说过吗 又能科CP 还能顺带增加词汇量 主打一个正经的教材 嗤之以鼻 北美的靖江逐字学习 这么好的事儿 竟然让我给你找到了 而且我看了一点 现在那边的热门书单 剧情那是相当的眼熟 什么顶级豪门 先婚后爱 并教男主 套路追妻 还有暗恋成真的 小甜文等等等等 我这土狗看了都听不下来 除了各种爽玩题材呢 北美也和国内一样 超多人对女平安 女性向的小说超级上头 就像我看过的 Reminders in part of your world 等等 剧情很丰富 就比如女主过世杀人后出狱 离婚 或者经历前任伤害之后 走出困境救赎自己等等 果然啊 靖江无国界 人人都想当大女主 反正我看了很杂很多 最近呢 我还看了一部在北美爆火 长期霸榜的小说 The End With Us 国外的读者评分很不错 属于是高口碑 虐恋风格 小正姑娘和精英外科 男医生一见钟情 高富帅强制爱 婚后出现了家庭暴力 还有曾经的白月光 突然出现等等 要素不要太齐全 就这个专门程度 就纯纯北美静江中的静江了 然后呢 因为这个小说话题度高 它还被改变成电影了 我看了外网观众 评论都不错 我就去看了看 中文名叫爱情到此为止 主演的是大家熟悉的 绯闻女孩 Blake Lovely 她饰演的女主Lily 在波士顿的一个天台上 邂逅了帅气多精的 外科医生莱尔 这段邂逅拍得非常好看 男帅女美的 两个陌生人在天台上互相诉说 然后一泄的疯狂拉扯 最后直奔婚姻殿堂 电影的前半段非常唯美 就是你看的时候 被甜的满眼帽泡火 但是呢 最重要的还是后半段 这才是整部电影的利益 Lily本身是家庭暴力 和代际伤害的受害者 她从小亲眼目睹 无数次父亲如何伤害母亲 她又特别不理解母亲的软弱 就觉得为啥不离开她呢 直到Lily自己 再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当激情褪去之后呢 Lily逐渐发现 莱尔生活中的不可控暴力一面 此时此刻她该如何选择呢 她会复制母亲的路吗 还是跟妈妈一样忍下来 自欺欺人的告诉自己 莱尔也会改变呢 莱尔可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渣男 她的一切暴力行为 都很具有迷惑性 我刚开始都被骗进去了 甚至还会替她找各种借口 那更不用说在这段关系中的Lily了 她是实打实注入了情感的 不可能说突然间就抽离 在和一个社会公认的高质量男性 组成家庭之后 面对对方带来的伤害 莱莉是有过犹豫的 但最重要的是 她并没有逃避当下的痛苦 也没有纠结于过去复赐的沉默成本 之后走到每一步 都在坚定地拥护自我 这也让屏幕之外的我呢 不自觉地跟着 审视起了自己的爱情观 这个片子真的蛮好看的 我看完之后就给几个朋友推荐了 大家可能见过各种人设的 独立清醒大女主 但是Blade这次饰演的这个Lily呢 那个形象刻画的相当棒 敢爱敢恨忠于自己 电影里呢 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离开比留下更难 随着陷入又爱又伤的关系的时候呢 Lily最开始也纠结过 但她并没有选择自欺欺人 也没有跟另一半找借口 即便是电影中啊 那个闺蜜的角色啊 这个人也是男主的妹妹 她在知道Lily受到伤害之后呢 也没有出现什么 她不是故意的啊 她一定是不小心 这种逆天的发言 而是从同为女性的角度看待问题 支持她从这段关系中解脱 就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特别在影片的结尾呢 闺蜜在拥抱她时候 对她说的话 作为朋友 如果你和她和好 那我一定不会原谅的 特别的出我啊 让我真的和角色共情到了 另外电影让我很意外 也是让我很喜欢的那个点啊 就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我还是那个我 并没有刻意在Lily安排一个下架 她没有靠男人来拯救 而且她的价值 也不是靠外人来建立和体现的 总之吧 我是看完小说再看电影啊 还挺满意挺喜欢的 这片从月初在北美上映 到现在全球票房 已经突破了2.4亿美金 上映第一天啊 赢得了日贯 是北美暑假档 档之无愧的爆款黑马 圆珠粉呢 也都觉得翻拍的不错啊 书粉认证加市场认可 可以说是很成功的 以小博大了 现在这部电影啊 这周五要在国内正式上映了 大家可以约上闺蜜朋友一起去 直回电影票啊 很有启发性推荐一下 可看